有介於近年來臺灣發展面臨更多元的挑戰 知識經濟發展研究院15號在四星大學舉辦第二屆 善行社會政策技行銷理論實務研討會 討論企業社會責任健康促進永續發展及原住民發展 四大主題 前立文也是學者的蔡宗涵強調 政府不該把原住民族議題當作社會問題 應該要去了解文化 語言 生活等等的差異 過去多年來 政府一直把原住民的問題 當作社會問題來處理 所以他就用社會福利來對待原住民的人民 那實際上原住民 這些問題應該是民主問題 原住民的問題是民主問題 所以要用民主的角度去切入 知道說文化的差異 語言的差異 收入的差異 除了轉型正義 語言流失也是族人 也過了 這兩個法事實上都有規範 原住民語言的有關保存跟附贈的工作 但是他的條文只是一個大原則性的 接著就有語言振興第一期 第二期的計畫的出現 學者認為族議的附贈客不容緩 另外也認為族人在健康學歷就業條件 雖然逐漸穩定 但還是低於一般人 希望政府可以在更多的 即時廣益解決問題 記者那麼打給台北市採訪報導 謝謝